中文字幕志愿者 混球西门演的是如原著小说作者九色夫的心理师 而在新书《不一样》里 他更深入了解了自己卡住的每一关 更碰触到自己阿嬷过世时 他因为特殊体质 在七日内都见到他回来 根本没感觉到 其实阿嬷已经过世了 老肖从小就会看到神明 突然以大特血出现又消失 阿嬷的故事像是个鬼故事 肖静腾摇摇头 说这是个感人的故事 他说起国中时 父母真觉得他是恶魔 无药可救 他们觉得 哪有自己的家人去世以后 你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跟朋友出去玩 但我每天看到我阿嬷回家 每一天坐到同一条椅子上 我不知道他走 我一样坏 我一样跟同学出去玩 灵魂真的是空的 七天之后 我确认我我阿嬷离开 我爆炸 哭得很惨 他走的前一个礼拜 还在摆地摊 因为他现金多 我们很坏 还偷他的现金 那么咱们